5月17日上午10时许,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残疾人事业保障中心运动治疗室内4岁的穆和麦提开始今天首个康复训练科目运动治疗 在这里同时接受治疗的孩子还有5位 平躺在床上的穆和麦提在康复师和护工的帮助下进行胳膊、双腿、反复拉伸和弯曲训练按摩 这样的训练要持续40分钟 康复师巴哈尔顾利告诉记者,所有的治疗师都抱着一个希望,让孩子早日康复,早日融入社会 孩子们每天哪怕有一点进步,一点效果,他都很高兴 运动治疗的比例要占到整体康复训练的40% 手功能治疗,还有预言治疗,十个月治疗过程中,他越来越效果特别好,可以奏罗,可以说话,可以吃饭 穆和麦提是康复中心里目前康复效果最明显的孩子之一 结束运动训练的他,扶着双杠向前走,脸上洋溢着孩子特有的天真和快乐 穆和麦提的父母在家中务农,十个月的康复治疗过程中 穆和麦提的奶奶,努尔埃拉一直在康复中心,陪护孩子 从刚来时,穆和麦提不能坐,也不能站 奶奶一直抱着,到现在可以扶着双杠慢慢走路 努尔埃拉对康复治疗充满信心 在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大多数是脑性瘫痪引起的智力发育不良 行动、语言、认知等方面存在障碍 十个月的康复治疗,对病情严重的孩子来说,还不能达到最终的康复目标 努尔埃拉为小孙子穆和麦提的第二期康复治疗已经顺利申请成功 穆和麦提也成为众多申请继续康复治疗孩子们中的一员 随后,记者来到康复中心就业公了区看到 阿迪利正在电脑上进行广告制作 他因为下半身失去知觉来到刹车残疾人事业保障中心 经过七个月的康复训练,从刚来时不能翻身 需要护工24小时陪护,到现在可以通过助行器行走 康复效果让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是最让他开心的是因为他在这里拥有一份广告设计的工作 现在就是助行器帮助一下,可以建起来,可以活动,可以做到那样子 在这里,上班就是开心了,我家里的困难也拒绝了现在 不用担心没钱,没有工作的钱了 再也不用担心就是治疗不了的,还有那些都不用担心 治疗也是免费现在 我以后确定努力早日建起来,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目前,新疆喀什地区残疾人事业保障中心 有康复托养人员231人 在这里,一边康复,一边就业的残疾人有21名 刹车残疾人事业保障中心就业公疗区已经落户四家企业 另外两家企业也在安装调试设备 投产后可吸纳残疾人就业80余人 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按照买联下去到我们乡镇 从乌户筛查工作,通过这个筛查把我们所有的底数抹清楚 同时呢,我们连去呢,再一次开展筛查工作 把我们适合康复的,适合托养的能源 全部做到硬扛进扛,硬托进托 确保了我们残疾人的权利呢 得到最大货的社会和保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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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